哈哈哈哈 你这个有点黑啊 你要背凤家了 哈哈哈哈 没有 是ZERO传给他 OK OK 跟他讲暗号啊 这其实队友之间调侃一下 对对对对 队友之间可以的 来看一下第二场 第二场的BP 黄左还是学定 办掉了查兹克以及天使 果然在 哎呦在子方约先背了 哦 雅索然后背了武器 这有可能 反正卡扎丁是不肯放的话 布隆就要放 露露在位班的话 最后一个位置 要么就留布隆 要么就留卡扎丁 我觉得还是得办布隆 办布隆的话 我觉得你不一定敢拿卡扎丁 哦 是吗 也是卡扎丁还有办法处理 就是两种设计可能性 一种是 我宁可让你拿布隆 一种是 哎 打脸了 就宁可让你拿布隆 好吧 就是一种是这样嘛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你拿卡扎丁 然后我用一个战略针对卡扎丁 哦 太强了 这交做人系列 好 垂石 垂石也被拿走了 这有点苦啊 哎 我觉得 W这边的想法 可能就是 哎 没拿没拿没拿 这个BG做得非常好 打币 放 哦 扮卡扎丁 然后放布隆 那你不会拿布隆 对 然后我就有机会拿 我就拿盲森加老鼠 但是张丹 其实他也可以拿锤匙 但是他觉得布隆只要打辅助 我让我锤匙放一放 对 可是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谁用布隆打野 你告诉我 嗯 那个是OMG自己 自己对吧 尝试一些套路 很难的 那个布隆打野 确实不是特别的好打 特别好 前期蛮弱 对 辅助还是更适合他一些 而且W这边放布隆 还有一个原因 可能就是为了 让你拿布隆 然后不让Insect这边拿锤匙 对 那你做ZERO 不让他 ZERO ZERO 说错了 好 Insect是拿到了狮子 啊 加九桶 上单九桶 锤匙一定拿 这就不拿锤匙 根本 他就只是放着呢 让你气一下 哎 你想拿锤匙吗 你拿啊 我给你拿 你不拿 喜欢吗 可是你拿布隆了哟 我觉得W现在的BP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到位 加上一个炸弹 哎呀 唯一 W的唯一一个点在于说 这里缺 有点缺墙开 就是你全靠柯南用钩 你全靠柯南用钩 有一点点不够靠谱 想一想 贾克斯天使 露露 九桶全没了 炸弹人在本 本赛季的胜利有65% 相当高 那草莓会选到什么样的上单 就是个问题 嗯 没有贾克斯 有没有露露 还要拿大嘴吗 感觉还是要拿 要拿前排 博斯江会好一点 前排好 要拿前排 可能还是一个 蒙多 哦 确定了 蒙多有段日子没出来了 对 好久不见 蒙多最近基本上是被人弃用了 一个是防御天赋不如以往 哎 没事没事 突然一些声音 观众看到蒙多就很兴奋 蒙多是他们在他们在叫吗 他们在叫 蒙多 玉米是拿了八条 这个阵容 轮多这个点还是挺出乎意料的 是的 但是你有一点说对了就是他必定是拿前排 要全前排 对要全前排 那么双方的阵容都已经选完了 觉得蛮有意思的 因为we再次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选法 上轮蒙多 草莓表现的怎么样 就看一下这个 这场蒙多到底会打的怎么样 我也蛮好奇 因为草莓最近从春季季后再打到现在 让我看了好多好多不同的上单英雄 然后黄族拿到了一个中单的发条 在团队上的配合又如何 其实我觉得WG这种上单出蓝博也蛮好的 也可以 可以分隔一下战场 而且现在蓝博胜率蛮高的 但就会陷入一个团队的坦克 对就是现在抢球稳的话肯定要选坦克 对 那这场的话有布隆加狮子狗 那这个配合就相对于上一场要进攻性强很多了 看看黄族有没有一些载观起色 狮子狗 跟芒僧不太一样 在前期的时候进攻性应该更弱 对更弱一些 那有没有机会就发育起来之后 见到微笑一次就跳上去秒他一次 今天第二次看到试试够了 W1对上黄族BO2第二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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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一開始就聽到非常大的加油棒的聲音 我還以為外面下大雨 轉頭一看發現全部的粉絲都在揮舞加油棒 都在拍打加油棒 W1跟黃族的對局B2的第二盤 目前W1比0領先 黃族在藍方獅子狗的 歡迎來到英雄聯盟 天賦冷卻是3.75 這是成長 成長什麼 這是成長CD嗎 哇 跳上去 好像是悠哉加油 是的 黃族的粉絲技也是非常多 今天來到現場 如果這個獅子狗升級的話 請導播再切一下獅子狗這個減CD 這蠻怪的 因為成長CD的話 現在只有中單的一些英雄會帶 他也還是蠻少的 看一下一個人會帶 諾言 他先給我看他的獅子的符 哦哦哦 就帶成長的符文 確實 2點3點7 對 2點2點減CD2點攻速 我們想的太複雜了 想多了 對 一般來說都是出門10% 你看3.75%有點沒見過 結果這個繞一繞再進攻的策略也沒有能夠成功 被W1稍微試破了 看起來 一擊好像就要沒事了 但真的是這樣嗎 53秒54秒 55秒 buff出身 確實兩邊都是從自己的buff開始打起 而且都偏上半步看得出來 W1有要換路的味道 老鼠打不了露仙 露仙跟布隆 露仙跟布隆 露仙跟布隆太雄了 可以說是線上最強 老鼠跟布隆打露仙配別的 也許還可以打一打 並本 沒錯一個籃包 對 那這樣的話其實 萌多也可以利用他的Q技能取不到 然後九筒也可以利用他的Q技能取不到 是的 這場的上路九筒換隊 拿上路九筒來打 看看他們的 兩個一樣是上路九筒 看他們的出裝哲學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大家有心想要打上路九筒的可以參考 哲學 中單的地方炸彈人就狂刷了 所以這兩個人有套路了 這沒有被看到 真沒有被看到 拉近草叢龍邊 但Ensic經過的那一瞬間 他就會發現你們正在打 如果速度不夠快的話 好但我沒有講 因為C打完了 打完了 你看一下 一隻蜥蜴走進草叢 就知道裡面有人在裡面辦事 但是Q沒有中 現在很有可能打起來 這個藍muff要 應該要試圖入侵一下 因為多一個ADC 而且九筒可以隨時傳送過來 我覺得可以嘗試一下入侵 沒有錯 Zero立刻往前靠了 但是好像放棄了 放棄了 因為輔助在這 河南在這 主要還是兩邊打野現在 戰鬥力是有差距啊 沒錯 這個獅子狗 成為一個獅子狗 就前期太糟了 不過上路微笑要吃一點虧 被可樂是撞了一下 頂了一下 背起來 只有六成形 那這樣的話 W又是一個完美開局 W最近他們的BP 包括前期一級 前期打野的套路 非常的多變 這個真的是 確實是教練 有很大一步的功勞 看起來他們是 胸有成竹 就知道說 如果我是盲 針對獅子狗的話 前期做這個入侵 無論如何 反正我也死不去 就是最多就是 我沒搶下來 我也不至於會送命的 所以無所謂 這個三BUFF的Kyle 讓INSEC非常難受 因為獅子狗一樣 是一個非常需要六起 非常需要成長 非常需要裝備的一隻 打野角色 對但這樣的話 INSEC就更安心的 在野區發育了 反正我也沒紅 我也做不了什麼 你叫我幹個根本沒有機會 不過九桶是比較開心 上路對面是沒有輔助的 對 微笑做得還不錯 一直在限制可樂 在吃這個冰的經驗 草莓也是混到了三級 現在來了 我還想做事 布隆在右邊 原來是一個夾級 您夾的位子 確實稍稍偏危險了一點 但是布隆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 沒有上來出手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現象 上一盤就沒有納美來到中路 對 這一盤有布隆 就可以來 就可以來了 但是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跡象 是的 至少他們在尋求一些配合 不過WD來說的話 他們在前期的戰鬥力 由於打野的差距 還是要強很多的 所以你說布隆這個角色 他的控制技能發生速度比 其他角色還更慢 因為你要點四下 是的 打撞之後還要再被點三下 才會觸發他的暈 那這樣說來的話 其實獅子龍還蠻好疊的 確實也是 確實也是 是一個不錯的配合 但就中路而言的話 剛才那個位子 哇 SIM這樣跳上去 相當大呀 SIM 這 這 他應該逃走了 逃走了 一滴血就差一滴血 連草莓都差點被賣 可惜 這個SIM太太膽太大了 明顯是打不了的 那個布隆和露仙2v2 天下無敵 對 暴躁的無形 直接Q到了我就要踢過去 來交兩個閃現 不過還好也是逼出個UTI的閃現加治療 兩個閃換一個閃 看怎麼想的 因為下路看起來還是要破的 要爆炸了 這樣的話其實SIM他現在沒有閃現的話 他做一些Gun和入侵的時候 就要掂量一下 他跑不掉 這個算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失誤 這個算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失誤 我覺得還以上一場的W的打法的話 這場打這樣 就是你從上一場的好表現連接下來看的話 這個失誤我覺得還是蠻失誤的 可以接受 兩個人看法有點分歧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我本來看你那個語氣要說可以接受 我本來看你那個語氣要說可以接受 沒想到插錯 我也以為你會說可以接受 你以為我要說可以接受嗎 因為我覺得上場打的都很順心 跟流水嘛 連一點點小小的失誤都沒什麼看到 但這場就看到一個失誤 就是等於說我們已經看到第二個小時間 看到第一個失誤 等於說他這個失誤 就把前期雙BUFF的一個優勢就吐出來 對 因為他原本三BUFF開 他現在補刀 包括發育等級都沒有優勢了 突然掉回去 而且仗義來的話 還推了一個坦 包括這個上單的酒桶也是 哇三個人突然來中路 就勾不到太勉強了 炸回來 如果能夠先炸回來再勾的話 對 這就是很漂亮的一波 有點可惜 對 先炸回來再接一個勾 那實在太帥了 當然帥的不行 嗯 就不過我也要回應你 我覺得你受感的失誤可以接受 我也覺得可以接受 因為畢竟他沒有噴啊 就他如果噴的話就是不能接受 沒有送人頭 沒有沒有就是從這一點的角度來說的話 那你要說可以接受也是可以的 上單的部分就輔助放手 微笑不管去打的話是有點辛苦的 就是說傳送讓蒙多來繼續跟著碎線 蒙多這一波好開心啊 直接一波可以倒六了 超大一波線 啊 在裡面是幫助發條拿下藍 自己的話應該打完 炸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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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差一點點 很好但是 但是 哎 哎 哎 應該是應該是發條的 沒有啊 有有有有有 他是沒有顯示沒有顯示 我 好 這個就是驚呆了 我就說我應該看錯這個 那不可能三個人都沒有吧 對啊 那也太扯了 就消失了 就好像如果你用新德拉一直把他丟進那個泉水裡面 他就會想 事實上就不會有人有那個buff 那我看我想說他他那個發條普攻 屏內有出去啊應該是發條身上 好 紅族又來了 又來了 現在這兩波這個小龍刷的實機很好 因為蒙多是剛用完傳送的 這是很關鍵的一個點 而老鼠的話也是剛從蝦回來 那這樣的話小龍拿下 應該是可以倒六 還不錯 有把前面一開始被三buff開的局面通通的穩回來了 黃族默默領先了兩千左右的一個經濟 對 現在微笑在下落把線可以稍微控一下 對於W來說現在需要一些時間去發育 因為現在要進入獅子狗的一個強勢期了 所以還是要穩健一些 這把反而變成是WB這邊來說 哦哦哦哦 這這個 這應該是頂多就是 哦 被蝦子懲戒掉了 被懲戒啊 就你逼的炸彈人沒有來 因為剛才獅子是沒有懲戒的 這個也算是一個 也算是一個失誤吧 等於說 但你知道身為一個答言最喜歡這樣 就是幾方的藍被BBB 然後我就把他懲戒掉 他說沒辦法 我一定要懲戒啊 然後心裡想說我有懲戒 對 分析的很有道理 有理有氣 哎呀多到了玉米 但是這要上嗎 刷回來一點點有點危險 不肯上 玉米這一波很保守啊 他感覺SING要迴旋進了 大家同為韓國蝦 先交閃 對韓國盲森都會這一手 趕緊交個閃 但是一看SING這邊 其實沒有閃現的 還是可以穩一下的 這就是給你個命 那好 因為SING在上兩周的表現 盲森也是非常的漂亮 對 所以還是有所忌憚的 再來看一下 一在這邊是直接把登陸合成 現在其實有很多獅子不合成登陸 只出一個小紅爪 然後後期再合成登陸 登陸在比賽上面來說的話 會出登陸的比較慢 角色真的很少 對也就只有零架了 啥是因為他刷的比較慢 對因為現在大家都覺得 前期合成一個登陸好像有點費經濟 我不如先出一些肉爪 然後後期等著那個野怪疊 或者助攻殺人疊上來以後 我直接合成登陸 然後轉變成野火就可以了 因為他那個疊加不會因為你進化的那個早晚來發生變化 就只要買下那一把打野刀的時候就開始疊加了 他始終在那兒呢 你什麼時候合都一樣 確實如此 而且燈籠前面的空窗真的大 然後你又不可能為了那個燈籠 然後花非常多時間打野都不出來 是的 而且像獅子這種打野的話 確實不可能前期只是埋頭苦窗 不必 自閉成打牙 哎呀 哎呀 這個閃現交了很尷尬 自己的一個很大的失誤 被發條拿下了衣血 而且是一個藍buff 林甲林甲也有點危險 丟出自己的大招之後 被發條給雙殺了 林甲剛才是也是失誤吧 他感覺 他為什麼往回走這一步 對他炸回來了感覺是 如果有慢動的話可以看一下 這一波完全是WG的兩個外援 是兩個人都出現了失誤 感覺SIM想而加閃現還是怎麼著就TY了 這個失誤很可惜啊 大人剛剛應該是沒有判斷好W的位置 對 他剛才W炸歪了 我們注意一下 首先是這邊摸眼想閃現T 但是注意到閃現位置 很尷尬 閃現到身份了 閃錯了 林甲這個 這個毛毛鴨 你看毛毛鴨在哪 還沒放 還沒放 來了 炸回來了 把自己炸出 超尷尬 太嚴重的一個失誤了 這連續兩個失誤讓黃族 很不應該很不應該 擴大了領先到3600塊 對 我覺得現在W的教練Hero 在台下應該是非常的懊悶 因為前期的佈置都非常的到位 但是由於毛澤東的兩個失誤 把現在局勢已經打得很糟糕了 沒錯沒錯 對於黃族來說 現在獲得了這場比賽開再來一個半小時 第一個領先 還不錯 獅子狗 因為獅子狗這個角色 一旦有領先 一旦有成長以後 他對於像老鼠這樣的英雄來說是一個絕大的惡夢 很可憐 升級完的 如果是升級完那個火炬的獅子狗 然後再加上任意一件 主要這一盤有個八條 就是獅子狗過來 怎麼拉回去了 你探不見他 對 所以這盤其實因賽他也可以出一個純肉掌 有八條就夠了 我在前面賣一下 你把球給我就可以 傳球傳球 嗯傳球 而且很恐怖喔 那個那個是一個很特殊的 就是如果發條在後面 在他背後你看不見的地方 他把球傳給了獅子狗 然後獅子狗 進入大招隱形 往前衝的時候 你就完全找不到那個球 哇 過了一下發條 不敢上 因為布隆 後面布隆 後面因賽克 這是一個姿脈 對 紅掉入了 因賽克 搶下了這個紅霸火 準備來進攻的 節奏 抓得蠻緊的 黃族要撤出來 打上塔 這微笑得冷靜啊 這個九筒是殺不掉的 九筒有大招 絕對殺不掉 絕對殺不掉 絕對殺不掉的 有冷靜有冷靜 因賽克扣著他的 五顆氣 五顆氣 這個你們到底叫什麼 呃 我們就叫滿 滿殘暴之 或者滿心 五星嘛 這叫他五星 讓我想到很久以前的 格鬥遊戲 格鬥遊戲可以集大招的 你們 啊 五段氣 可以放一個五段氣的大招 行 殺落 炸彈就丟大了 就場 但是撐得了一時 撐不了一世啊 這對方再繼續逼的話 你炸彈也要過來繼續 一起幫忙防守 而且老鼠因為下路的兵線不好 所以他必須得去下路 但是九筒這天是有傳送的 絕技沒空過來 然後九筒 而且他又打不死九筒 你老鼠可以偷襲的角色來說 九筒絕不是一個對象 好 有外塔有可能 哇 布隆架盾擋住 不讓炸彈清光 那就放 就強行點了 再一下 但是挨了一下他 哎呀沒事 他爆了 那一下傷害沒有出來 這盤優在拿到盧西安這種 這種AD的話 也是盡可能的去跟團隊做一些配合 就比上一盤 黃族的局面要好看很多了 嗯 不過現在微少的發育也是很好 兩邊來講情況 黃族還是占優 占優 而且這個優勢還是蠻大的 但是W這個陣容 手塔太厲害了 這個 這個炸彈人加老鼠 手塔是有點強的 終於拿到了BUFF 超遠程 其實您講這邊的補刀還是蠻多的 作為一個炸彈人 這是一個必修的一個功課 W想拿第二條龍嗎 是在黃族的眼皮底下 有點難 有點難 這邊九筒和布隆兩個人的威懾 其實下W應該要撤退了 我Q這一下 讓柯南有點空 拿完了燈籠 這個位置 對這個很漂亮 先把炸彈人拉過來 炸彈人的話 剛那個位置很尷尬 他過不來就沒辦法放出一些技能 黃族稍微有點被左右分開 但是這一波COLA是絕對不會死 不過微笑這邊是交了一個破敗 這個也是有一些影響的 對 而且獅子 對他是強行的打了九筒雲桃 但是 絕對打不死的 對九筒其實續航還蠻不錯的 這邊直接隱身過幾個球 哇 一次帶球 跳微笑開始狂砍 又一個殘暴滿 想先殺微笑 但是垂直裡面已經是先行被殺 可樂想強頂微笑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被微笑撐下來 繼續點UZI要上來嗎 大招 大招閃現躲過了 沒錯 烏龍還在右邊 這時候UZI閃現 點了一下把炸彈給點死了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雙殺 一個Q打出了雙殺 烏龍往前一個Q並沒有打到 但是UZI還在追擊 微笑進入隱形展示 敗者W 一個星星戳到三殺 兼團滅 為什麼要給UZI拿盧西安呢 他在這個時候他打團太冷靜了 就剛剛那種殘局 一般UZI是不太敢上的 但是你看UZI 他直接一個人衝上去 三個殘血 根本沒有辦法對他造成威脅 再來看一下曼洞洞 這邊獅子狗拉大獅 想拉三個人 但是拉到兩個人其實 也不算是一個特別壞的消息 不過微笑這邊輸出是全部打開了 閃現加隱身 對這個時候還是五五開 這個時候還是五五開 炸彈一個大招 差一點炸死玉米 好 差一點炸死玉米 對 差一點炸死玉米 但這時候UZI開啟了瘋狂的輸出模式 剛才被Q那一下太傷了 UZI這一波一個Q 再點一下再一個Q 雙buff跑不掉了 不用沒達到 但這個預測 這個微笑的走位 預測得只好 直接是炸 散殺 現在 剛剛這波微笑雖然輸出打出來了 但是他一直被獅子和九筒黏住 後排幾乎是沒有打到的 就是他都打在前排上 獅子跟九筒那一下那個配合很好 他們不知道即使能不能溝通他們兩個想做的事情都是一模一樣 就獅子狗跳他的大招前跳然後黏微笑的同時 你看到表面也是往前衝然後閃現 用閃現的肚子頂了一下 頂一下對 始終讓微笑處在一個很難過的一個輸出位 沒錯 雖然他輸出拳打出來 但是他那波其實沒有破敗 還是要很小心的 前面砍那個破敗也是有些影響 對 因為那沒有必要 滿血的狀態下去追人的時候 砍一個破敗確實有些沒必要 剛才感覺inside想配合發條再拉更多人一些 但是發條已經等不起了 所以我們先要拉一下 急了一點點 對 自己判斷 而且就是我如果跳出來那一下的話 其實給對方會有一個反應時間的 他可能就想隱身直接先拉兩個人再說 對 也是可以配合不同大招也是取到了一個效果 那就沒有特別的完美吧 稍微差了一點點 如果是跳到後排再拉的話 我覺得那就是非常絕望的 可是你看到Uzi得理不饒人 這個夾著他的擊殺術跟裝備的優勢 一定是引血加上三分之二項 兩項 兩項 兩項之力 往前是B掉了W的防守以後 把下二塔給點掉 繼續做入侵 W控制自己紅buff區的眼位控制得不錯 但控制眼位不一定代表能夠把 紅buff守下來 因為獅子狗進入了大招的隱身 所以把微笑整個一路劈退到尚爾塔後面 這時候皇族一個轉中路 點中塔 微笑必須要趕快趕來支援 還是慢了一點 塔被打掉不少了 而且假的人剛把大招用掉 這次炸一波怎麼辦呢 打團沒大招真的很痛苦 複角穿透18點 果然還是出了一個殘暴 燈籠至今仍然沒有辦法變成火炬 很難的啊 在比賽裡面非常困難 大概25分鐘吧 如果比較一般的局 睡一點的話20分鐘出頭 當然是在比賽裡面 已經要有了 29 29 已經算是蠻順的 很快了 算是蠻順的 因為跟他三個助攻 可能日子他三個助攻 也幫他掉了四層 而且在打野規劃上面 也是一閒下來立刻去打 現在立刻做完了火炬 有了 有了有了 火炬的火力還 這個位置是被眼看到了 現在上路對下應該要稍微撤一下 他應該等一下就要開啟大招 還沒還在冷却 好的 我也是要應該往後撤 這附近來說也是舒服的蠻擅長的地形 因為上面有一個小小的草叢 只要任何一個草叢 就可以讓舒服的很大的發揮 相反的在沒草叢的狀況下 有點太依賴大招 還在打信號 還想打這個藍 大大人還是很一 很一號藍 這真的有狠 今天是一個盲孫魔咒 兩盤使用特別擅長盲孫的選手 使用盲孫都是很悲劇 因為是蝦子人 就是不見天日了 藍被控掉了 有拿到藍嗎 確實被控掉了 有拿過一個 炸彈人剛才就拿了一個藍 而且其實兩邊隊伍都是滿依賴於打野位置發揮的 沒錯 打野位置一旦前期打得比較劣勢一下 劣勢一點的話 因為兩邊打野都是很劣勢的 就是一旦劣勢就沒有辦法翻了 現在黃竹身上是有三個buff吧好像是 九千塊的經濟優勢 下一波應該是還是要中退一波 中退帶上或下都可以 上部的W的視野比較多 不知道黃竹有沒有這個概念 因為還是要打的話 最好還是附近的視野要建立起來 這一盤來說 W即使落入很大的劣勢之中 你會注意到W就是非常努力在維持 直接打招 對著視野 對著 現在UDI直接大招一個把小兵線壓進去 再Q 哇你看接下來Q 是一個雷射直接掃到所有小兵太狠了 很難拖啊 有炸彈人有老鼠 真不好退 還是得殺人 在這邊做完大龍視野以後 對大龍有一些想法 對可以做一些事情 不過CM這邊也是要趕緊撲一下野 趕緊跑啊 太恐怖了這個獅子 而且他還開著大招 大招開掉了 對這個獅子的大招就千萬不能省 那你有大就開一下 就無所謂的其實 一會又好了 但他有大沒有大完全兩隻英雄 他沒有大的時候 沒有威脅力 這種地形打團的時候 他徹底碰不到AD 他碰不到AD的話 這角色到底是 你到底要他幹嘛對吧 而且他如果身上有大的話 W這邊的脆皮總會抱著一個 非常害怕 哇 上來以後一個W帶Q帶普攻的連點 微笑剩下兩層殘血 必須推到後面去 這個塔很可能 感覺現在可以強行頂了 九頭和布龍隨便頂一下 就可以把這個塔拿了 沒有必要再等兵線了 再等兵線的話 狠狠的老鼠再次回到戰場 就很難推了 但是這個時候 如果有人上去頂的話 後排有可能會被盲死 不敢了 不敢頂了 那這樣的話可以拿龍 也還可以 這個塔反正遲早是要拿下的 最過不虧 嗯 現在 微笑的話還是要 先做電刀 裝備還是在往上升 不過差的敵是有點大了 三項跟銀血的 就一隻 就西安 重度還是重度是霸 再往上壓 再開一個大招 逼掉對方血量 林甲有一點點危險 剩下兩百滴血 勉強逃脫 但中塔就讓了 中塔一定要玩這種有位移的 好帥 他沒位移的 感覺缺了點什麼 不是 玩沒位移的 他就只能叫閃 然後他沒閃的 就是你知道 每五分鐘才能秀一把 有點累 每五分鐘差不多 對 反正沒有位移 他就是UZ 有位移的他就是狂小狗 現在九頭也是有冰拳 加一個幽魂抖盆 而草莓這邊還不錯啊 有一個藍盾了 這個藍盾出的 算是比較及時 從裝備上面來講 依舊是相當落後的 以WB的經濟來說 已經輸掉太多 目前一萬兩千塊錢 主要是沒拿塔 W這邊是一個塔沒拿 龍的話也是全讓 現在確實是很艱難 不過還好有炸彈人 有炸彈人的話 中期還是有希望 差了五座塔的差距 光是五座塔五千塊錢 五千塊 再加龍 對 再加龍也就差不多了 沒錯 還要是 但是 W還是有積極抵抗 但要很小心 因為這場來說的話 對面的陣容 並不是那種 你抓得下來的 如果 VDI 他有閃現的話 他現在要上前 硬點草莓 大招 頂著草莓的屁股打 但是不是很痛 這不講道理啊 這個盧心 兇兇兇 他想測試一下 這個玉米還搶一個猴 這對於老鼠來說 還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老鼠還是蠻依賴紅buff的 對 很難過 這視野快要 逼不住了 就 W快要沒有辦法維持大龍 這個視野 差不多了 確實無法維持 現在可樂身上是有傳送 沒錯 再推一下下路 但是要小心被老鼠 偷 不過他這個狀態 也很難被兩位擊殺 這個分推 然後帶大龍 是在這個街 在賽季裡面看到的打法 就是打得非常的好 就傳送的人分推帶大龍 你要怎麼樣 你帶整體 沒發現了 沒發現了 兩根 對毛毛鴨可以開下視野 哦哦哦有點痛 吃的一個QW有點痛 那這下如果你的 打野真不能回 他只能去吸雙十項的血 因為他一回 這大龍被打就沒得救了 不能回 對毛增 在吸雙十項的血 很難過 吸雙十項 來看英赤克 來探望英赤克 但英赤克給他 say hi的時候很容易 而且 羅先生這波 霍家師 輕女在手了 輕女在手的話 有蘭頓的蒙多 也是要有所忌憚 現在最好的還是推上 推上 是比較穩的一個方法 打到 SIM動的這一下 有點危險 被定下來以後 遭到了小狗的擊殺 他W剛才是用了嗎 感覺沒有摸燈了嗎 稍微有點可惜 對 炸男人大招 只能去清一下線 清一下線以後 看起來一點是要準備 感覺可以 沒有大龍了 非常穩 一個是沒有盲僧 另外一個沒有炸男人的大招 這個大龍幾乎是 十拿九穩 沒錯的 囊中之物 可以拿了 滑下去 還是 這龍可以W滑下去 對的 感覺這兩場 場邊的表現有點 輪流轉對吧 對 這真的是太依賴打野了吧 兩個傳送一起進來 萌兜在這 勾到了 勾到COLA 有點危險 對 輸出都不在 柯南要死了 倒被九筒給炸飛了出去 微笑進場 打不過UZ 草莓捏一下 UZ之後 可能想強勢微笑 沒有機會 給一個盾 但是音效已經是沉戒掉了大龍 沒錯啊 大龍在手的話 這越追血量只會越多 UZI往前直打 閃現 閃現沒有一到 他這個大招 他這個大招要沒了 對對 他乾脆去你吧 因為閃現一到就是死 這個九筒出了兵賣護手 感覺真的是很難殺他 你被限制在這個減速的圈裡面 中秋還是一個肉筒 對 現在可以再補一下狀態 再推的話會比較穩一些 對 反正大龍已經入袋 這下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三分鐘之內搞定就可以了 16000了 對他的話 真的很困難了 W基本上是沒有太大的機會了 是的 這盤主要我感覺還是 是 SYNN的盲森在前期的兩個失誤 不太應該 一瞬間就被皇族找到機會 給打 我覺得這一局 皇族的節奏抓得很穩 然後絲毫沒有受到上一局 慘敗在W手上的一個影響 我覺得做得非常好 對 就是他們的心態調整得不錯 對 因為感覺上一盤皇族 就是沒有交流了後面 好像有一點 對 就感覺有點心灰意了 這盤做得很好 W1是打算反球一個偷嗎 有沒有機會把UZ抓下來 也許 U在打樓 打得非常快 我一下還要後面 這裁不了 大招 猜到小狗 UZ沒有被秒 閃現躲開之後 大招拉一下 先殺萌多 但是ZERO的水量不多以後 還是不敢秒 但是E3已經是吃掉了老鼠 一下點燈了嗎 交出閃現越強 再Q一下 最後一下並沒有能夠炸倒UZI 可奶反而有點危險 發亮下去以後 四殺 四殺 這裏還有一個 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啊 就是說SIN要說 本是同根生 鑲嵌合太極 KAMUSA MAMIDA 來了 五殺 剛才有幾個朋友 在我面前先走了 先退場 他沒有看到這個五殺 獅子狗五殺間團面 INSEC 在接連賽 拿下了他第一個五殺 瞬間是九層項鍊 好爽 往前直打 好 越來越多 觀眾看完了五殺 剛好在那個 比賽結束前還可以開個五殺 還挺開心 不過這兩場確實是 都是一邊倒啊 兩邊 還是太依賴打野了 打野基本上 打了比賽 看一下微笑這邊過來 不敢近身啊 勾了一下勾到是 0 0 打在前面 然後往後一跳跳開 微笑幾乎沒有什麼 新鮮的機會 他點了UZI好幾下 但UZI還不是很在意他點 打不動了 火力不夠 剛才微笑的 這個距離已經把握得很好 他再往前一步的話 就要被人家 噢 這盾他一下都救不下來 被UZI一套大招給射倒 UZI的Q已經像雷射死光一樣 掃到劍人即死 對 應該確實是和 玩這種很飄逸的尤為一位音樂 六十點打二十一次 總共可以打一千兩百點傷害 而且我覺得國內的盾都特別強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感覺比其他地區都要強很多 可能是因為單排都容易跟輔助 這個有點像以前的EJ的機會 OOOOO SIN有機會嗎 這個SIN還是倒掉了 而且勾到的是布隆 布隆這角色到了後期以後 根本幾乎沒有辦法被阻擋 雖然ZERO空了一個大招 但是沒有辦法阻止皇族進攻的態勢 應該可以強行的推下擊力了 對 或者推下下落都可以 為什麼上路WE有這麼大一頭兵線還在往前進 但是他要遇上UZI UZI一根滑步過牆 旁邊開啟了大招 有沒有辦法 藍盾結束之後 立刻被UZI射倒 總算是超神了 我覺得這盤小狗的心願已經了了 看這波想強殺UZI 很有機會 很有機會 但是炸彈人的大招 包括發條的盾 以及UZI的閃現 都是很關鍵 然後發條進場以後 一個吸 全部吸起來 所以說這個會戰已經剩下追王祖北的份了 對 而且獅子他在第一時間切入戰場 微笑是直接連 一賽來是殺掉兩個人之後才開大招 然後 剛才這一下你有沒有看到有多帥 跳進來以後 然後Q殺一個人 一一轉頭殺另外一個人 很漂亮 這時候隊友都特別給力 然後陰道以後 棒 兄弟你來 很帥氣 然後這個位置 其實我不知道W是怎麼想的 因為這個位置草丛很多 本來對獅子狗來說就非常好 對 左跳右跳 而且位置特別狭窄 這樣的話不容得大招 幾乎是一個非常分割戰場的作用 W本來是想殺一下打紅的小狗 但是小狗那個位置很聰明 他在往上路以後 沒有走到這個草丛 也沒有被抓 他要進來他就必死 他要進來的話 這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就是你打這個紅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 不要往草丛那邊移動 很有可能中埋伏 18比1真的是跟上場 完全反過來的感覺 然後兩場比賽 兩邊隊伍都是 打完全打出了自己的長處 上一場的比分是多少 也很誇張的 你是十幾比三 也很誇張 我記得最後黃族打了三個頭 目前黃族你看 那個在慘敗的場次裡面 黃族目前拿三個頭 W拿一個 所以黃族目前3比1領先 只要散也可以的嗎 W在比賽結束之前 有沒有辦法至少再多抓一兩個人 下來報仇雪恨呢 還是有機會 中下兩路 兵營都已經被破 就水晶已經被破 有超級士兵 所以兵線已經完全超級了 黃沙優 哇 又成功了 這一下子又是 跳打了一波 是703 即將要超神了 大招拉一下 只拉到一個柯南 但是贏家這個位置 也是必死的局面 UZF不過是一個W抽到 竟然有中風 贏可以沒辦法拿下這一波 沒辦法被 KOLA用一個大招炸掉了 這個表示 我的Legendary 我 我 沒有了 你知道他7-0 他很想要那第八個頭 我 我 我真沒有 我只想超神 我只想超神 但是沒有機會 恭喜黃沙優 拿下這場比賽 把BO2打成了1比1平手